佳阳公主到 佳阳拜见南国皇上 福寿双安 公主不必多礼 宁国与南国多年来和平共处 早该互同有无 此次佳阳前来 代表宁国来与南国商谈 开通商路事宜 造福两国百姓 还望南国皇上抚允 事关两国姿势体大 自要好好商讨 不必急于一事 今晚朕代表南国为公主接风 请入座 谢皇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皇上 女子舞过于娇弱 不如男子矫健 皇上若不嫌弃 不如有我宁国四公子 为皇上献上一物 公主雅兴 自然是没有问题 好好表现 若是丢了我宁国的脸 便不必回去了 是 我宁国的脸 拿下 家阳管教无方 惊扰了皇上 还请皇上恕罪 燕统领不必惊慌 朕相信家阳公主 并无行刺之意 退下吧 皇上英明 家阳失礼惊扰了主位 为表歉意 家阳将献上 此次从宁国带来的 最新研制的 御带香献与诸位 御带香具有 提神健体之功效 长久使用 还能延年益寿 一直以来 都是我们宁国贵族 特享之贡品 好香 好香啊 好香啊 此次的宁国贵族 你不认为 无论 那 这 你不认为 而来不如多留几日 燕统领武艺高强 有她在 家阳甚是安心 不知在南国期间 是否可由燕统领贴身守护 皇上 家阳公主和燕统领男女有别 贴身守卫的话 恐怕不妥吧 若是这个家阳公主 看上了燕长云 到那时 扶晓就是朕的了 皇上 臣也觉得不妥 燕统领为人正直 能力卓越 有她贴身相护 相信家阳公主在南国 一定会有一段美好的日子 谢皇上 我也这么认为